多重身份你们知道 在现场有些事 我是以这个校长跟群头的 这个角度来看 李飞儿 你们现场很混乱 然后你就跟你的队长 你们一起去协调 我不知道你们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是在 无间调场地外面的空地 很多工作人员在的时候发飙 因为那会整个环境的影响 你是扣了很多分的那个地方 是的 然后徐若涵 你呢 我们留了一个光剃给你 叫你演光剃 你就应该坐在现场 而不是轻轻松松到处 很好了 我不用打了一个光剃 光剃就现在过来了 我不知道要剃谁 光剃到哪去 光剃不知道 光剃不专业 你没有经验没关系 好吧 而且不要那么容易 圆舞 当天晚上那么冷 叶童老师在 叶童老师在 你看他有穿羽绒吗 他很冷 就跟你们演 跟嘉辉老师 关系都没有我告诉你 你等你闪一闪的事情 刚才尔导师上热搜 那好吗 对演艺师也有什么帮助呢 让观众都知道你演戏很烂 那何必呢 对不对啊 今天真的 志伟哥几乎都没有做着呀 就一直跑来跑去做示范 转圈转多少遍 他多大年纪了 还这么敬业 作为小孩好意思吗 既然来了 咱们就好好学习 我还要补充就是 张瑞 我不懂你 我们上半场有志伟哥就救了你 我本来就你上半场 让你知道上下半场 你那个人物是怎么表现的 因为你让我有韩心的一句 我没演过反派 你是演一个人呢 有快人觉得自己是反派吗 没有 没演过反派 这个说话能处在一个专业演员的口中吗 所有人都不觉得自己做的事 有什么可怕 他都会找一个理由去继承自己 所以我是个快人 我是个快蛋 我是个快蛋 不可能是吧 对 我一定要 好吧 记住吧 记住了吧 就这样吧 关于刚刚郑永讲的这个 我也想跟大家去分享 没有一个坏人 觉得这是坏人的 只是观众的眼目中 他是坏人 就算他演坏人 他也觉得我是在踢天行道 对 我都伟大 我们是用这个心情去演这个人的 这样才能演出他的那种表现 他觉得他比别人更伟大 所以他走路才会这样子 对不对 懂 这才厉害 我还要再表演一下高海宁 何向总 谢谢 他们俩真的很专注 并且我在跟其他学生讲的时候 他们就凑过来 就一直在听 然后还有收到了剧组工作人员的 对高海宁的评价 他们说就是收工了以后 你还帮忙再收垃圾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每个工作人员都非常有礼貌 我是可以借个夹子吗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因为人品真的很重要 我们拍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活 一个人干不了 干 他就是一个模范的班长 当然他的经验比你们丰富 而且他在TVB的时候 他们受的训练 15年的时间 他也是从底下这样一直爬上来 何提神力 然后这个工作人员的评价里 还有朱子霄被评为剧组里的活保 很会活跃气氛 我没想到 有 未来几个月发生的事还多了 对不对 我们虽然严肃完了之后 还是不能把你们的信心打击到没有 这个阶段过完之后 就重新接受下一阶段挑战了 没拿到合约的就继续努力 加油 OK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努力 加油努力 我们成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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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牛了 你们俩太牛了 太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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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保全整个组全拿到正式合约 辛苦大家 辛苦大家 辛苦 你好 来来来来 我有照顾到你的 哇 哎呦 这位哥 这位哥 哎哈喽 从哪个剧组过来 我从那个新龙门客栈 往那边杀青 听说你们今天遇到一些困难 你们 这是最开刚来 这个唐木屋点球箱 我们都要封了 很难的 真的我都不晓得今天能不能收工啊 一堆不会演喜剧 还要你们就想 其实点子怎么演 太难了 对他来讲 他这几天回去 一定会 每天都在 都在演那边 对 他没有 没有自带包袱 没有 因为刚刚我叫他演一个是什么 哈哈 你惨了 你转头说 哎呦 会怎么办呢 很大的反差嘛 对对对对 所以他可能站了五指 很多表情 他很多 不是你看你看 鸡尾哥你看看 哈哈 就哭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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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差的是眼睛闭起来是不是没有 还是有眼睛的 但是你怕反差不够大的话 你一开始这个身体 哈哈 眼睛大 呦 就瞇一点点 他就嘴巴一个是敲的一个是扁的嘛 对实实 放松一下 如果没话能够做到这样子更厉害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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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觉得你们大家还是需要用功 对 平常在家里在对着镜子 最丑是什么样子 最好玩是什么样子 对 我导演一下 你演一个不像表情 马上就会弄出来了 因为你去看一下所有的喜剧演员 几乎都是独门一套 Mr.Bean 其他演他就不好笑 他一定是Mr.Bean 因为他一生人觉得这个是最好笑的 很多表演的节奏 你要自己生产你的 所以星爷要选择很多什么帐报啊 星爷不能灌给他们啊 如果星爷是灌输 你一定要这样做 你一定要你这样做 有时候反而可能没达到太多效果 我记得我跟他拍最后一部戏 我们是拍好像是死神 我就跟经纪员说 我说我怕我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星爷是这样的 星爷他是不停去变化 他在不停他要求 每一个人给他不同的东西 这个经纪员告诉他 接了没办法 然后我听完之后 我就装着一个好像我强大了 来了拍了 这么什么拿出门来 所以我还是别人在发现 星爷有人说 变了 很有底气啊你现在 所以这个也是梦片不了人 就是这十到二十年里面 我到底有没有进步过 我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想清楚 二十年之后你再回来拍 你照那些戏还是这样子的话 你回家睡觉吧 对 大家聊聊聊聊 所以这个喜剧这回事呢 首先你有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感觉 比如你性格就是 就是 你不能去模仿别人风格 我一开始还以为 帮你选了这个角色 对不起你 没想到刚刚那个 看到那个喷水 非常好 那个反差点 对吗 好 你有喜感呢 你想到 挺好的 是吗 是 那把偶像包袱拿上来就好玩了吧 是